昨天陳中他接受專訪又有談到這個雙權論壇的議題 會不會覺得說這個議題就是過去那麼久 現在還在挺 選情又在打這個芒果 那這樣嘛 陳時中你就明白講 如果你選上的話 是啊 你就立刻停辦雙權論壇 你可以講啊 你現在當市長候選人 你就講明白 說清楚講明白 你的政策是什麼 有本事你就要講清楚 你要怎麼辦 市長你怎麼看他的評論說 市長應該要提出態度 還是你什麼都沒做要前提 我跟你講喔 辦雙城論壇 兩個原則嘛 對等尊嚴嘛 我們 我辦了八屆 有哪一樣違反對等跟尊嚴的問題 大家雙方也都知道 你就是限縮在這個市政上面來講 對我來講 我該講的我也講的 所以是這樣嘛 你如果要當市長候選人 你就明白講你的政見是什麼 你對雙城論壇你打算什麼處理 應該請每個記者去問他說 如果你當選你辦還是不辦 你要怎麼處理 你要怎麼講 讓他先回答 市長 因為他之前曾經說過他不打王國館 你怎麼看他現在選戰策略 他是在開始要逼贏基本台回列 我跟你講喔 這是抗中保台嘛 抵抗陳時中保衛大臺北嘛 我們下次見 請問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